大家好,我这一棵幸福树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修剪 现在每一棵枝条都长了两到三条侧芽出来 但是这些侧芽对我来说完全是不够的 我还想要它长更多五条六条 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继续的给它做修剪 如果大家也想要自己的幸福树 每条枝都能长五六个侧芽出来的话 大家发现这个新长出来的枝条有十厘米高了 就给它剪掉 保留五厘米左右就完全足够 像这些全部给它剪掉 不要留得太长 保留一两多叶片就完全足够了 这样的话它就会从侧边继续的冒一些侧芽出来 它长的侧芽越多 越容易长得枝反叶貌 当然我们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除了修剪补肥是不可以缺的 如果肥不足 想要它长芽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大家修剪完成之后 一定要给它及时的补肥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补肥的话 建议大家用这种肥效好的芝麻饼肥 因为这种芝麻饼肥 它是芝麻压榨之后的一些残渣 它里面的蛋拧甲元素会非常的丰富 我们使用的时候 只需要用上一小桩 然后把它浅埋起来 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把它买起来 因为它很容易发霉 买起来的话 它里面的微生物也不容易晒死 也不容易发霉 那么这就是使用芝麻饼肥的一些技巧 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养护幸福树 也要保证好浇水的频率 最好是保持这个土壤属于一种微微潮湿的状态 才有利于它吸收土壤中的营养 同时要适当的给它多晒晒太阳 这样的话再能保证长出来的叶片肥厚脆育 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幸福树长牙后 还有修剪的一些因因 还有养护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